明天开始跨入2023年 只剩下9个台股的交易日了 这一波玉龙涨得可圈可点 鸿海的MIH电动车联盟之后 继玉龙下一档会涨谁呢 冠青老师 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但说到了鸿海 我们先来解一下 鸿海七月中旬 我记得宣布透过了转投资 买进了中国紫光集团 百分之百的持股 上个礼拜五 就在我们录完影之后 突然宣布持股全部出清 只有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先问 為什麼他要出清紫光的持股 但我认为是应该说是 雙方不得罪 因为毕竟现在很麻烦 在于说美国一直要制裁 这个中国大陆先进的一些科技 那今天如果倒霉一点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制裁了这个连长江存储 看起来都没有很先进 都会制裁了 那万一他接下来去制裁紫光怎么办 对那你不要忘记了 鸿海又是苹果的一个 最大代工厂商 如果因为制裁紫光 而使得说鸿海呢 因为这样子丢了这个苹果订单 那要怎么办 所以不敢得罪 那他当时为什么买紫光 我想这个应该是蛮复杂的 一些政治理由 应该也是地缘政治的关系 我只能这样才想 那现在他把这一块 把他丢出来之后 事实上我觉得是 应该是皆大欢喜的情况 因为原先我们政府 也是要找他算账 记得没有错的话 已经先罚了他十五万 那如果现在把这一块丢掉 丢掉的话 我们政府总没有理由 再找他算账吧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事 不是坏事 今天鸿海的股价 的确相对抗跌 你看在这边拉了一个红黑棒 在今天电子股都跌之际 鸿海逆市的抗跌 所以你觉得市场 是以正面来解读这个事情 的确没有错 因为今天毕竟盘比较差 我觉得市场应该是蛮正面解读 鸿海的操作策略 你的建议是什么 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大概就一百以下 说真的就可以买了 因为他一年可以 配到五块钱的现金 我想如果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你随便来比的话 你殖利率一定高于这个中华店 那如果说他未来要大涨的话 可能还是要等到电动车 这一块真的开始做出来 因为现在我想这一两年 说真的我们每次听到 刘洋伟董事长讲的时候 都是用喊的而已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也很快了 因为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红华先进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 应该在第四季 那个N7就要量产了 对不对 我想这部分的话 我想或许可能 如果以这种情况来讲 可能或许鸿海 应该说到明年的第二季 第三季之后 股价可能就会比较明显的一个 应该说比较明显的 动上来的可能 好 看到电动车 我们先解一下育龙 育龙在今天还在涨 育龙这一波 相对的底部涨上来 其实保守估计从最低到最高 其实涨得快要70%左右了 育龙今天还没有结束 所以还有机会继续做上行情 或者电动车的行情 一路到底吗 其实我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 你这个时候在追育龙 说真的啦 连先前在40块推荐育龙的人 接受杂志的采访 他说你现在不要追了 我觉得他讲的是实话 为什么 短期内涨太快了 他是不是把 连明年下半年该涨的部分涨完了 明年下半年 对啊 很怕是这样子啊 因为毕竟你看到 当然我们知道今年育龙的状况 可能就是因为 这个新南东京海上保险 把它拖垮了 但是明年人家算一算 其实本业大概赚到5块到6块钱 那你现在已经来到多少 最高71块 现在在怎么样都在60块钱附近 似乎一档做汽车的股票 10倍本益比好像 我认为是到 应该到天花板了吧 所以如果你要 一定要操作育龙的话 你再等等 其实我认为啊 可能在这边 50到55元附近 或许你再稍微等一等 你如果等不到 说真的就算了啦 因为我认为说 其实这个市场当中 那么多股票可以选 你可以选别档股票做 尤其在MIH联盟里面 事实上也有不少 本益比低的一些个国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 到底MIH 玉龙喷了之后 下一档换谁 的确没有错 当然你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外资在看的是 因为苹果已经达到饱和了嘛 你说苹果明年还能够成长多少 我个人是一点都不相信 对不对 所以你去看到什么 其实高盛最近已经一个新的报告 他说2025年光委外代工的一个电动车 大概有八十万辆 那你想到委外代工会找谁 一定找红海的 因为呢 难道找比较低吗 不太可能啊 对不对 那这八十万辆呢 他的市值值值多少钱 值三百六十亿美元 他说如果到二零三零年 爆炸式的成长会到多少 三百二十万辆的话 就多少 就已经一千四百四十亿美元 我们用这样来比较 红海去年的营收 今年还没结出来 我们不知道 去年营收多少 是一千九百亿美元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 如如高盛的预估到二零三零年的话 是不是红海等于再多了一个红海出来了 几乎多了嘛 一九一九零零到什么 加了一四零零 几乎多了一个红海出来 至少没有多多一个出来 至少多了零点八个出来 那是不是就从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其实可能明年下半年 一开始红海就要起飞了 那甚至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这一波的玉龙这波大涨 跟一个新闻很大关系 叫洪华先进挂牌 我记得新闻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新闻说呢 潜在利益七百亿 这新闻写的这不是我讲的 所以这个不要怪在我头上 他说明年要挂牌 美股挂牌价要挑战百元 那为什么会这么想法呢 因为有人这样讲 认为说洪华先进 他的产能大概是三百万台 怎么这么接近 大概三百万台 全部自己吃下来 如果真的做到三百万台的话 我看到这研究报告 那种这个写的 比较前进的研究报告 估说三百万台的话 EPS在十二块钱 所以如果说他EPS十二元的话 是不是挂牌价百元 好像好像很合理 对不对 非常合理 以这种情况来讲 是不是好像全部都 match在一起了 不是啊 这样子二零三零年 成长到三百二十万台 他就cover了三百万台 所以全部给他做 几乎都他 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去做电动车的代工部分 其实皮雅迪不可能做嘛 甚至其他那些 中国大陆那些车厂 他们光找代工厂 都来不及了 甚至你会叫马斯克 帮你代工电动车 帮福斯代工电动车吗 可能性几乎是零啊 所以呢 高盛这部分 这个报告几乎 写得等于说 他这八十万 这一百三百二十万 几乎等于说 全部只给红海 甚至至至少有可能 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全部红海来做 所以如果有这样来推论的话 是不是好像一切都对了 对不对 我刚讲的嘛 假设他做三百万台的话 这法人去预估说 他一片在十二块 十二块的话 百元好像也蛮合理的 好 所以接下来红海 要准备多少的阵仗 才能够去囊括这三百二十万 也好 三百万台这个目标 的确没有错 事实上也包括最近新闻 你可以注意到 不是只有说 红海卖纸光这部分 你看到红海最近做什么动作 他说三年之内 要征签名的软硬体人才 干嘛 充电动车 对不对 他的整个方向已经告诉你 其实红海说真的 苹果的单子 我已经十拿九稳了 最高阶段我在做 对不对 所以这充电动车部分 他需要多增加人才 因为这部分 并不是说我那些原先人 就可以做了 所以你看到要 增签名的软硬体人才 所以他的 他应该说他的这个动作 其实一切是往这个 电动车去去做 所以你去看 我给大家看一个 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 这个香港的股票 六零八八点HK 有有有办法给他 秀给大家看 这辆股票叫红腾金蜜 对在香港 全名叫红腾六零八八 这个名字很好听 这红腾六零八八 其实最近呢 他出了一个新闻 他最近出了一个新闻 很有意思 大概是在十二月初 才出了新闻 他说他们怎么样 配合集团转向 全力去供电动车的什么 连接头 连接头 他本来就做连接器了嘛 一样嘛 电动车连接头 你看光这个新闻 他是从零点九 涨到多少 今天最高是二点二七 这个今天的价格没有错 应该是没有错 因为刚刚有看到 所以你看到 是不是他真的是整个的集团 是转向去跟你拼电动车 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对不对 回到刚刚的一个字卡 事实上也包括我们刚提到 因为像这种红华先进 红海 或者是包括豫龙部分 当然这种大型股会涨 没错 但是呢 说真的去拼电动车的话 其实怎么涨比较快 中信头顾他也写了一个报告 他告诉你说 电池电控电机 这种所谓三电 他是怎么样 有这种所谓的中长线的一个商机 所以他说他也看好红海嘛 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这些整个关键零主电成长里面 刚讲的三电系统 什么碳化锡或充电桩这部分 其实我想呢 如果你都是在MIH联盟 我先跟大家讲的 我们等下讲的这个股票 全部都是在MIH这个联盟里面的 会不会因为这三百二十万台 或三百万台 而使得说他未来业绩大成长 其实我认为是可以想象的 好 所以这个市场刚刚提供了 好多好多的论点来推估说 有没有可能现在高盛预估 爆炸性的成长 到了2030年三百二十万台 有没有机会全部落到了 鸿海MIH联盟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进行选股 第一个MIH 哪一些MIH的大厂商 有机会吃到这块大饼 的确没有错 MIH应该说为三巨头 对不对 三个巨头 鸿海 玉龙跟国巨 事实上我们过去节目 跟大家提到 鸿海事实上你看到 其实现在这个状况 其实说真的 当然今年还没有电动车 但是已经有美国 日本 韩国 欧洲 四大传统车厂去洽谈电动车代工 事实上在上个礼拜 这个我们看到 其实福斯打算在美国做副品牌 也好像传说 也要去请鸿海来代工 看起来状况是不错 只是说现在还不开始做而已 所以你去看到 其实说真的 前三季 EPS是七点三个元 我们刚讲的 其实一百零一点五元 说真的 如果跌到一百元以下 是不是看起来是更为便宜 看起来是更为可口 刚K线图 我们看过就不看了 再来是玉龙 我想玉龙说真的 他最近真的涨太多了 所以也建议投资朋友 真的这时候不要追下去 并不是代表说我看坏他 如果真的拉回之后 我们刚讲的 大概可能50到55这个区间 真的有拉回来的话 我认为如果说以洪花先进 有办法做到三百万台的话 哇说真的 甜甜价 对可能是强力买进 类似这样子 那当然没有错 我们刚讲的 前三季负1.98 不是他本身不好 是新安东京海上保险 赔了很多防疫线 这个明年应该 就不会有这回事了 对不对 那我们刚讲的 光N7 预估超过2.5万台 所以光是这部分 他就带来250亿营收 当然我跟大家讲 如果说只有 为了250亿营收的话 说真的 我们就不要去买 不要去买 不要去买玉龙了 我们要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那三百万台的一个代工量 我想那个还比较实在 另外最后一个是什么 国具 事实上过去我们在节目 跟大家讲到 其实国具这一波 从减资之后 其实股价非常的凶猛 是到最近才在休息 是来看一下国具 我今天收472块钱 休息其实也很厉害 越线都有守住 但是我会认为说 可能要等他稍微跌到这个平台之后 再来买 对不对 因为毕竟他这一波段 他很厉害 简直说是一路的从 350涨到509元 你看到大型股 涨这么凶 大概除了国具之外 大概就是 就是这个玉龙 或是台积电 这么厉害 所以你可能稍微再等一等 那国具事实上 也是在所谓的一个电动车里面 我想也是 应该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除了三巨头之外 刚刚讲到了 很多的零组件 像现在的电池 安控 零组件找谁呢 的确没有错 其实零组件里面 我最看好的 应该就是富鼎跟这个所谓的飞鸿 这两档股票 事实上你去看到 我们在过去跟大家讲过 其实因为说电动车里面 最重要是什么 他的一些什么元件 什么MOSFET 这所谓的一个IGBT 这部分 事实上呢 为什么要谈到这个富鼎 原因在于事实上 我们看到这一次 鸿海找了一个人回来 叫蒋霸 对 对不对 蒋霸回来之后 当然他不是直接去当 富鼎的董事长 或怎么样 他是当鸿海的一个半导体的策略长 那有他在呢 其实半导体部分 我想应该所有关节都打通了 那为什么要讲富鼎呢 富鼎刚好是我们刚讲的国状 国创 他只有百分之三十 而且最近你看到 他去量产了 一千两百伏特的IGBT模组 那为什么要用到一千两百伏特 其实过去可能用不到那么多 可是电动车呢 一千两百伏特的话 我想可能有办法 这个如果电压更大的话 可能效用更大 对不对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我们看到的第三代半导体 所有的SIC 碳化系的应用 他已经完成用在哪里 六百V的 六百伏特的肖特机的集体 跟九百V跟一千两百V的 所谓的MOSFIT开发与生产 应该这么讲 过去我们是用什么 这些东西 他的一个基板是什么 系基板而已 对不对 那现在用到碳化系的话 他能够怎么样 他能够电流更大 电压更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也包括 不只是这个电动车上的应用 甚至包括我们刚刚讲充电桩 其实充电桩 你要怎么样 弄到充电桩 这个什么 三百六十KW 四百八十KW 你装碳化系 一切就搞定了 但是这东西我想发展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 是提到说 他说副顶已经开始可以量产了 所以你是发现到 其实相对之下 我想呢 其实前三季赚了八点四 不过这八点四理论上 应该跟碳化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如果未来有碳化系的关系呢 他可能就有倍数的成长的可能性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副顶的K线图 刚好你看 最近以来 涨上去又回来 这一波涨上来原因 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蒋爸要出任 这个半导体吧 段和其策略涨 上去之后 头信呢 开心 应该我们看一下头信买卖潮 他们开心买一买之后 又不买了 对不对 你如果现在进场的话 可能买的比头信还要低啊 而且相对而言 你看回到100元附近 所以你看到 如果说未来真的像我们刚讲到 大幅度发展的话 是不是他很有机会 不要说反攻到回来这边来 我想反攻到回来这里的可能性 也都蛮高的 好 这是副顶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先看这个字卡 那个先前我们看到 其实今年有一个新闻 台大电很厉害 台大电去 在美国拿到美国的补助 去发展一个 发展这个充电桩 是发展多少 480kw 480 对不对 480kw 今年成功了 因为过去这东西呢 不台大电在做的 是别人在做的 可能能做的也有限 可是台大电做出来了 可是台湾有一家公司叫飞鸿 他很早 这个东西其实是去年前年的事情 他很早就有360kw的充电桩 对不对 而且他很早就什么 去跟ODI来合作 然后怎么样 最近的新闻是什么 他去跟壳牌合作 大家知道壳牌是做石油的 那石油其实很多加油站 你想要未来加油站 如果去铺装上面充电桩 每一个加油站都铺装 几个充电桩的话 那他是跟飞鸿合作的 那个想象空间有多大 最近的股价表现很强 所以有均线站上来 的确没有错 因为这里就是台泥的成本 好 谢谢冠青老师 请先回座了 所以接下来MIH联盟 大家看了玉龙 从低点到高点 最高点涨到了70多% 下一波还会涨谁呢 冠青把大家挑两个族群 第一个族群是三巨头 红海在接下来的玉龙 都有机会再涨 但是玉龙已经很高了 先别追 除非拉回到50块55块的区间 那就是再次进场的好时间点 国聚接下来大有可为 简直回来之后 股价持续的扶摇直上 但是拉回到平台区之后 再进场相对的好位置 其他的零组件呢 两党冠青相对的看好 一党是富顶 一党是飞红 基本面在这边 今年前三季的获利操作策略 也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好 我们说即将进入2023年 倒数季时 到底在今年有很多 经济状况相对比较差的产业 经济状况相对衰退比较大的一些族群 明年谁有机会闲鱼搬身 2023年的前景在哪里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好 誇三 好